那实际上我已经解释了第五个问题 从背景文化里怎么样更好的过渡到现在 我们说解释圣经的时候 要考虑到时代的问题 背景的因素 就是帮助我们 辅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那个经文 有的经文我们不了解时代背景 基本上也能理解 但是如果了解圣经背景 或者那个时代背景 我们对这个经文就会更立体 更鲜活 生动的去理解 甚至也不会造成误解 就像我之前所谈到的这个芥菜种 我们家自己家种的芥菜 再怎么长也不至于长成大树 鸟也在住在上面 对不对 我们种的可能顶多有五十公分 六七十公分 长那么高就不错了 但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确有这样的植物 种子非常小 结果长得很高这样的情况 所以了解了这个文化背景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至于产生误解 包括我们刚才所解释的盖头的问题 吃九项植物 为什么当时那么处理 了解那个处境 他们的状况 考虑了因素 我们就理解了 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指示和判断 所以原来这是那个处境里面 所教导的内容 所以今天呢 不必要按照字面的去严格的去遵守 那怎么更好的过渡到今天呢 背景 诠释是让我们理解经文本身的意义 刚才我们结合前面 经文所传达的经意是什么 那个真正永恒不变的真理是什么 所以诠释的过程当中 利用这个背景和文化 让我们知道圣经作者到底在讲什么 当然解释这个过程当中 我没有讲到的一个就是 这个启示的进展和成就 旧约里面有一些经文呢 是预表预言将来实现的那样的事情 旧约里面有些东西呢 我们是不能直接用的 我们一定要透过旧属史的成就来用 比如说我们直接用的 我们喜欢解释大卫 基达哥利亚这个 无论是灵异解经哈 这个甩石子等等 但是我们透过解释 抛开石子 解释大卫击打哥利亚这个事件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首先理解 为什么两个人战争就结束了 就整个战争就结束了 那个时候古代进中东的时候 有这种习俗 比起两帮人全部投入战中打仗 选出代表 他俩打 决定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胜负 派出代表 所以非利式人派出这样的 这个哥利亚来打 然后以色列人没有代表 说明第一 这是文化背景 再也就是也反映了当时 扫罗不顺从 神离开他 以至于他 即便高大威猛 但是他没有信心 胆怯 没有办法战争 因为神不与他同在 相比幼年的 个头矮小的大卫 他穿铠甲 发现扫罗的东西都大 重 没有办法动 说明战斗的专业性 和天然的材质 他是远远不及保罗的 不如扫罗的 但是他却 这是两个对比 一个是大卫和扫罗的对比 一个是大卫和格利亚对比 作者讲到这个时候的 说明上帝高利了大卫 不行的也行 扫罗是上帝废弃了他 行也不行 因为神不与他同在了 他就胆怯 还怕 没有勇气 征战在乎耶和华 所以大卫呢 按专业来说 他比格利亚和扫罗 都是非专业的 牧童嘛 不是战士 描述那个格利亚的 那个兵器和他 介绍他的时候 就是职业杀手嘛 跟这个职业杀手比一个 牧童 你就算你打跑几个狮子野狼 那跟职业杀手 就是小屋见大屋嘛 这根本不入流的 这样的斗士嘛 结果他靠着耶和华的信仰 上帝使大卫得胜 不行也行 然后结果两个战争结束了 就透过两个人 结束了 然后就战争就结束了 那这是一个代表原理 一个是文化背景的方面 再也就是 我们看到我们救恩的元帅 耶稣基督 他一人代表我们 代替我们 为我们征战 结果他一人的得胜 我们就共享他的得胜 因为他是我们的王 我们的元首 救恩的元首的缘故 所以解释这个的时候 当时的文化背景 为什么两个人打就决定战争了 然后为什么描述大卫和格利亚 然后前面扫罗那么怕 这个作者在这么描述的时候 其实话里已经在暗示 提醒我们一些事情了 上帝使用的人 兴起的人 他的勇气来自哪里 他得胜的真正决定 他得胜的根本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面 然后这个意义的时候 那我们就说 好吧 我们也要效法大卫 像信心一样 勇敢 像环境 像什么征战 这个应用就过于仓促了 这就效法了 这就是真正的意义是 这个事件记载了 不但是历史时期 描述了头 第一代王的拜王 和第二代王 神高丽和神新一王的 这个兴起的过程 上帝的作为和大卫扫罗等等因素 更重要的是 这个指向了 我刚才提到了基督 透过基督为我们最终的得胜 我们如何与基督的得胜联系在里面 借着信心 靠着圣灵与基督联合的时候 基督为我们赚得的 我们是他的身体 他是我们的头 他所赚得的一切的好处 都共享在给我们 所以大卫打败格里亚 那个事件 真正让我们应用得益处的 不只是教训 而且是我们只有仰望基督 靠着基督才能得胜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活出那种 信心勇气 一切都在于基督 所以不要越过福音 然后去马上道德应用 旧约的本文直接发亮光 得到教训 然后直接应用 那就变成律法主义了 好像我们直接可以应用 遵守神的吩咐命令一样 我们必须透过基督的代数 我们死而复生 然后靠着基督给我们的新的灵 圣灵 我们才能够在恩典里面去遵守旧约里面的教训 所以新旧约之间解释一方面 真正应用 把这个背景文化里面 因过渡到现在 实际应用 不是那种跳跃式的 越过十字架和基督的救赎 直接我就得到这个属灵的教训 我就活出来就行了 所以一定要经过基督 这样的才能够不但得到教训 也能活出这个教乡 感谢观看